这是个什么碗呢 哇塞了 这么大 我的天呐 挂了好多碗了 就这一根大凸线给它挂住了 把它腿给它 现在缠的太多了 这个应该是臭了吧 整整一个大槽没过来 好像是臭了 下来了 哇塞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家伙 来看一下 有没有认识的 哇天呐 这个跟我手一样大一样大的 真漂亮这个 可惜不能吃了 回家把这个盖留下吧 挺漂亮啊 带着了 这个海星四个脚 那只脚也不知道弄哪去了 应该是它指引方向的脚没了 要不然我一直弄不明白 看 就这一圈它就一直在转 转完这边转这边 就跟那个迷路了似的 应该那个头没了 关上四个厨蓄了 这个太小了 太小就不用了 再会找个深水的地方给扔掉 这个保眼罗好像特别大 来吧兄弟 我又来拆家了 来 哇塞 这个可以 这个肉特别多 水也特别多 这家拆的太完美了 这是一个村王 个头不知道大小 这深度还可以啊 给它打点盐看看 要是能用盐灌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不用挖了 我看见它跑了 出来了 我还以为它跑了呢 哇塞 这还相当的大哟 再往上来一点来 一发头就出啊 看 再往上来一点 什么情况 别开我玩笑 再来一下 哇塞 出来吧 哈哈 这个好大啊 这个 看 用一点盐就把它片出来了 这个村王是真傻 跟我个手差不多 这个 鼻子也特别长 先看你完整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劝下来了 白了 这边又来一个 也是撒了点盐 它就出来了 出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哇 怎么跟我一哭二闹 就差 翻上掉 哎呦这个大 这个特别大 完了 头都掉了 看 这个村王如果说没有头的话 就没东西吃了 这块肉带着吧 挺可怜的 揪坏了 给揪断了 带着吧 又一个可怜的海螺 被霸炸鱼把他的房子占领 出来吧 哎呀 占的挺结实 出来吧 这么大劲儿的 我就想看看你有多大 待会再把你放进去不就行了吗 哎呦哎呦哎呦 还真不小啊 看 现在冬天巴掌鱼没东西吃了 哎呦 淘气了啊 看这些腿都是 他这个给咬下来的 一截一截的 这个巴掌鱼是真的挺大 来 咱连房子一起带走吧 哇塞 这是个壳呀 这地方 还打了个野 这应该是那个 抓那个八爪鱼呢 这是绳子断了 不过这个 响罗是真漂亮 这回家可以做个小罗号了 把这个地方给割断了 放个罗号就可以了 就这地方太脏了 我得用斜刷拉一下 拉干净的话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漂亮 带着了 好了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海也开始涨潮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